男人扔掉他最后一支烟 毅然决然地走进这家号称 最严格的戒毒中心 一进去就要剃光头 就算是女人也要全部剃光 作为一个新人 什么脏活累活都是他要干的 毒瘾随时会发作 他要靠自己毅力度过最艰难的时刻 每每难受时 他就会翻出你有照片目不转睛地看着 渐渐地他摆脱了新人身份 开始和众人一起跑操 第一天跑操他就体力不支吐了 一头栽在地上 别人要扶他起来他拒绝了 硬撑着爬起来跌跌撞撞地继续跑 他的毒瘾随时不时发作 但他学会了无事 每天晚上都在做俯卧撑 一年后的戈尔斯基头发长了出来 获得了外出工作的权利 他去了游泳馆里做管理员 因为表现得好 他还被馆长特许每天下班后 可以免费游泳一小时 每天游泳跑步戈尔斯基还不满足 用一瓶酒换来一辆单车 开始了单车训练 一段时间后戈尔斯基想要检验下自己 于是报名了全国铁人三项大赛 到了比赛那日 戈尔斯基先要游泳 等他上岸的时候 选手们就已所剩